Hello 現在看天竺鼠斜斜 很棒 螢光幕弄得這麼大 尤其是把整間房間弄暗 這些色彩非常好 我覺得是一個享受 完全是整個人很放鬆的情況下 可以看這麼治癒的天竺鼠斜斜 其實它用法很簡單 放在床上射到天花板就可以了 人人的天花板應該可以做到透平 但日頭是怎樣的呢 日頭的光或顏色是怎樣的 現在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日頭的話 現在我開了窗 如果螢光幕不是太闊或太遠 它仍然很清楚顏色 是不是也很清楚 這就是它的好處 它的聲音也是最致命的 不過其實原來可以扣到Wi-Fi 我先關掉它 它的操控也很容易 只要左左右上上下下按 你想看Netflix的就會選擇Netflix 剛才我又看YouTube 它的設定是回到家 要第一時間做什麼 就是先設定Wi-Fi 如果Wi-Fi 最重要是看到這裡是滿足的 才會很滑 看那些東西 它剛才說是致命的耳機 其實可以駁回自己的耳機 去聽 就會在藍牙的設置做 我們用Mouse 攪拌過去也可以 這是Mouse Pad 藍牙設置開了 做了新的藍牙之後 我們可以去外面 我經常說 耳機是可以用自己的耳機 就會用藍牙 這樣設定 你可以找回自己的設備 設定後連接 就可以用很漂亮的 自己家中最漂亮的喇叭 去做 然後常用設置 聲音和亮度都不難做 但如果你放在頭影機的位置 很奇怪 可能你這樣上上下下 它會和你自動調教 但是 如果你旁邊 你看 如果我的位置在旁邊 它就不能自動調教 它都會是歪歪的 我們這時候就需要做一個 自動調教 Menu這個 按這個Menu 你就可以 看回 原來它 先拉開角 因為有些朋友 會設定了 這部機 在自己的床頭櫃 你絕對可以把它 調教正確的位置 尺寸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很正方形的角度 例如這樣 用自己的方法去拉 整整一下 你就會做一個正方形 這就是自己調教的角度 平時如果這樣 沒有什麼大礙 直看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然後 有很多不同的連接方法 都值得看 就是 銅屏 銅屏 其實在Apple Android 可以用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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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Wi-Fi Wi-Fi 是用Android E-Share 可以分享螢幕 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它的設定 其實如果只要有HDMI 接駁到電腦 其實你的電腦 它就會接駁到 所以之前說 不能夠Zoom 又不是絕對 只不過它沒有鏡頭 拍著你小朋友 和老師互動 但是它絕對可以 將iPad 那些畫面 Zoom的畫面 使得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的光 對眼睛的影響 會再少一些 這個投影機 還有一件事 之前沒有提及過 它是不會熱的 這個DLP LDP 這個科技 其實燈膽 全部都不會發熱 好像以前那些 投影機 你放久了過熱 它會自己停 那些就有它的不好處 第二就是它的聲音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我給它一個咪去 它是很靜的 它的聲音 它只不過是 噓噓噓聲 這個投影機這麼靜 在你電影欣賞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你的聲音質素